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做一道菜 就是用卤菜 卤肉来做的一道菜 有点期待了 那卤肉你最喜欢吃哪个 煮一杯 我喜欢吃鸡脚 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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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吃鸭脚 你喜欢吃卤肉 喜欢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 蒸一个冷吃牛肉 不 冷吃牛肉煮一道菜 是不是冷吃 我们把大厨请过来 来问一下 来 掌声有请 欢迎蒋大厨 欢迎大厨 大家好 我们再下来 我刚才在问小曹 今天的这个卤牛肉 到底是不是冷吃的 它不是冷吃 是卤菜汤做 因为泉水牛肉 泉水牛肉 对 泉水牛肉 是用卤牛肉来做 泉水牛肉 就直接用水来煮出来就可以了 干嘛用卤的呢 卤的它这个味道会香 今天想想一来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厨房 还变了个样子对吧 对对 是不是好像东西都可以吃的 这个是独工人那天 我们有这样的家事 我们添置了这样的 真的好开心 对我们的面食爱好者来说 好 那今天我们就做一个 全水牛肉 但是要有面食 搭配一个小吃 搭配一个小吃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怎么来操作 因为煎肉 煎肉 煎肉 然后咱们拿清水 泡一个小时 把这个血水冲出来 清水之后 咱们就这个清水 煮一下吗 对 要煮冲出来 现场配置 现场来配 对对对 刚才我说的是白卤 你今天打算是用什么 正常卤还是白卤 它就是白卤 不加任何酵油 是糖色 是糖色 瞧我这张嘴 这个牛肉是在锅里这样煮 大概要煮多少时间 我们开始加料 还是怎么着 咱们先把这个 这里面的血水 里面的浮沫给打了 然后再煮一下香料 我刚才泡了一个小时 这个里面还是应该有一些浮沫 这个是要撇去的 关键的来了 加香料 姜片 山奈 陈皮 八角 芭蕉 香叶 芭蕉 芭蕉 对 所以它这个就是白卤 香料该怎么加就怎么加 对 该吃味吃味 该提前提前 对对 就是颜色就很浅 很久 两个小时 好 时间关系好 我们今天准备好了 咱们就拿好这个白卤的牛肉 这个颜色跟白水的牛肉 真是一模一样 对 它就是 对 就看着不像卤的 现在它的那个纹理好漂亮 是这个纹理上 你们看到有一种金属的反光 就有一点金属的光泽 那种牛肉分辨牛肉的这个标准 第一次买到第二次继续买 第三次还可以继续买 继续吃 好 这些小料我们都切好了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什么 芹菜和牛肉是绝配 为什么要用泡椒呢 泡椒它是双大口 是开胃 好 锅里面放点油 炒小料吧 对 就炒姜行了 对 成就是 好 那就直接开始吧 对 加水 水开了 好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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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